东华甩了甩袖子 将白滚滚抱了起来 一旁的哲言表示 自己竟然这么容易就被抛弃了 哲言轻笑一声 整理理下衣袍 逐渐滚滚被东华抱在怀里 这个姿势和宋玄人一样一样的 滚滚不知道 神仙有力竭这回事 他认为肯定是爹爹想他了 才会变成奶人到自己身边 东华瞅着怀里的娃娃 一脸的仰慕地盯着他 眼中闪过一丝好奇 你很喜欢我 滚滚激动地点点头 没想到东华帝君也有小孩喜欢 说话这么欠揍的肯定是连颂了 连颂本来看时间差不多了 想通知一下他们 一走近就听见东华问滚滚 哦 是吗 就是不知道成语元军喜不喜欢小孩子 好端端地提成语干嘛 连颂的笑将在了脸上 我听说白火神君最近想给他的孩子找个后娘 不如我好心地将成语许配给他 你说怎么样 东华一脸淡然地看着连颂 听到东华的话 连颂是彻底僵住了 我错了 帝君这次我真的错了 求你老人家高抬贵手 连颂一脸殷勤地给东华扇扇子 凤九在一旁看见连颂 又被帝君给收拾了一下子 没忍住笑了出来 东华听到声音 透过临颂看下凤九 一个轻衣女子抬着手轻遮着嘴 眼睛笑得弯弯的 美极了 莫冤若有所思地看着有些呆滞的东华 凤九笑着对东华身上的滚滚招招手 滚滚 我们要走了 滚滚脸上带着点遗憾的 从东华身上下来 牵住了凤九手 及时已到 请各位先游起身 前往青秋 凤九庄重地说道 一旁的四命觉得 凤九小殿下是真的长大了 天族的各位神仙都起身走上了大桥 走在前面的正是凤九与白滚滚 东华觉得凤九牵着滚滚走的背影非常熟悉 自己好像见过无数遍 东华 你不会对那小丫头动了什么心思吧 莫冤上神走到东华旁边 哦 何出此言 东华脸色淡然不及道 只是感觉你对那孩子不同而已 不过东华 我倒觉得那孩子像极了你 莫冤神神秘秘地说道 是吗 本军倒觉得那孩子未来定是不简单 东华嘴角勾起一次笑 能得你东华帝君的一声款赞 那孩子定是未来可期呀 不过就是可惜了 竟然是厌制物那小子的 东华有点可惜地摇摇头 我看那孩子未必像哲言说的 那孩子身上虽神魔共体 但是并不是魔族的子嗣 道像 莫冤欲言又指道 道像什么 东华转头看向莫冤 道像是你的子嗣 莫冤也同样盯着东华的眼睛 莫冤上神感激你真相了 快说 快都告诉他 我的 不可能 我可从来未见过青秋白凤九 东华好笑地摇摇头 谁知道呢 莫冤神经兮兮地留下一句 就去找夜华了 留下东华一人在这里沉思 这白凤九 自己与他最大的交流就是索魂玉 不过他身上竟然有自己的法器 难不成自己真的忘记了什么